網路流傳這樣的截圖 彰化縣議員王國中在群組內留言 說是工業區有公司員工確診 已經停長兩天 甚至獨定確認消息 反向質疑者不了解 請勿妄下定論 但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假消息 王國中澄清第一時間 他非常憂心沒有查證 就在群組內散播訊息 現在違反傳病防治法遭檢警移送 心裡覺得有些委屈 指揮中心強調疫情嚴峻別亂傳假消息 但在台中也有難次PO出連結 說是5月18號開始 只要上網申請就能拿到疫情援助金1萬元 但衛生局根本沒有這樣的政策 也是朋友傳給他之後 他沒有經過查證 就轉傳在他的臉書上 警方借理他的臉書好友有五六百人 甚怕民眾誤以為真 所以加快查期的一個腳步 疫情當前網路謠言滿天飛 民眾不能輕信 也不要隨意轉傳小心觸法 記者陳盛偉還是新李雲傑 彰化台中採訪報導 假消息 必定是大門 百分之一 會有兩百人 拿到眼光 裏代的 將會從上 sendo那些 替日 改成 破壞 破壞 無辯 落缺